博主在山上找到了他的牧羊犬 他仔细检查了狗的身体 发现他与狼发生了激烈搏斗 牧羊犬被狼咬伤 身上流下了大量的血痕 所幸狗的精神状态很好 并未受到狼的重创 据博主所说 当时他和叔叔正在山上放羊 趁他们闲聊的间隙 有狼借着树林的掩护袭击了羊群 导致羊群死出乱跑 博主的叔叔迅速拿起猎枪驱赶狼 狼这才放弃了抓住的羊 逃进了树林 受伤的牧羊犬是在半小时后返回的 虽然受伤 但他成功赶走了狼 不过 博主断定狼还会回来 因为山中的羊群对狼来说 始终是极具吸引力的猎物 他们必须做好准备 随时用猎枪和枪声驱离这些野狼 作为一名职业牧羊人 每年的这个时候 博主都会从村子来到海拔更高的山上放牧 在这里 他们建有自己的营地 方便牛羊获得更充足的食物 然而 这片营地也时常吸引狼群前来觊遇 曾经在一期视频中 博主还原了夜间遭遇狼袭的过程 当时 狼从靠近房屋一侧的空地 跳入羊圈袭击羊群 羊的惨叫声 惊醒了尚未休息的博主 他迅速拿起手电筒出门查看 只看到狼翻越栅栏后逃窜的身影 博主立刻放开牧羊犬追击 狼跳下土路一侧的山坡 逃往对面山上 画面回到五天后 受伤的牧羊犬已经全于归队 博主决定前往附近的山头查看情况 因为最近几天狼似乎销声匿迹了 然而 博主坚信 他们一定在酝酿更危险的计划 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测 博主在营地不远的树林里 安装一台固定红外摄像机 如果狼群夜里前来踩点 摄像机会记录下他们的行踪 从摄像机捕捉的画面来看 博主的推测被证实了 狡猾的狼群一只潜伏在附近窥探羊群 只等博主松懈 他们便会伺机发动新的袭击 为此 博主将缺乏战斗经验的狗涮了起来 把宝贝羊群的任务交给经验丰富的牧羊犬 转眼到了晚上 博主突然发现院子里的狗不停地对着夜幕狂吠 毫无意外 狼来了 狗提前嗅到了他们的气味 博主果断带着朋友和一群狗 沿着狗狂吠的方向追了出去 夜晚的树林格外寂静 狼似乎已经撤离 狗群也没有发现更多的踪迹 就在博主以为一切都过去时 画风骤然一变 他的朋友在不远处不断大声呼喊 博主也加快了脚步 牧羊犬的叫声此起彼伏 朋友告诉博主 狼真的来了 接下来的画面是博主的朋友用手机拍下的 当他们追随着声音找到牧羊犬时 发现狗子们已经抓住了一匹狼 狗的身上也带有和狼搏斗后的痕迹 至于这匹狼是不是被狗猎杀的 博主没有明确说明 画面中隐约可以看到地面上猎枪的痕迹 很可能狼是被捕枪猎杀的 还记得这匹迂回接近人类试图攻击博主的狼吗 幸运的是 当时博主的恐吓声将他吓退 然而 在今天的视频中 博主收到山上牧羊人的消息 那匹狼又出现在他们山后的区域 博主迅速整装 朝山上出发 与上次不同 这次博主不仅带上了村里两条经验丰富的扛把子 还携带了另外两条砍高犬 四条成年砍高犬联合出击 若能抓住机会 并能给这匹嚣张的狼一个深刻的教训 画面一转 博主已经气喘吁吁地爬到半山腰 这片区域属于狼的活动地带 资深观众或许还记得 去年博主曾在这里遭遇狼戏 一条砍高犬追着狼跑向山脊后 再也没有回来 或许这段经历让博主心有余悸 因此这次他放出了四条砍高犬 确保即使遭遇狼群也有足够的实力应对 在山腰处 博主与求助的牧羊人会合 一如往常 为了确定彼此间的主导地位 博主的狗与牧羊人的砍高犬 小小较量了一番后才恢复平静 简单交流后 牧羊人向博主说明 早上狼曾出现在羊群左侧的山坡上 他的两条狗追了出去 但由于狼跑得太快 最终未能追上 了解了狼出现的方向后 为了避免狗群之间持续发生冲突 博主决定带着自己的狗离开 山上雾气浓重 很难用肉眼发现狼的踪迹 因此 博主决定蹲守在这里 等待狼试图袭击羊群围布时 再主动出击 然而 他在此等候多时 狼始终没有出现 于是 博主果断选择继续向山顶移动 希望利用高处的视野 观察山脚下的羊群动态 如果狼从山谷阴影中出现 狗会第一时间察觉 到达山顶后 博主的四条砍高拳 似乎嗅到了狼的气味 迅速朝对面山坡跑去 博主确信 他们发现了什么 但从视频中看 由于距离过远 博主并未在狗的前方 发现狼的踪迹 狼可能躲在石头后 或者隐藏在土丘后 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 让博主难以用肉眼捕捉 狗群目标明确 不久后便消失在山坡下 遗憾的是 博主没有携带无人机 无法确认狗的具体位置 当他再次看到狗时 四条砍高拳 已经出现在对面山坡的小溪边 沿着溪流朝更深的山里移动 距离目测已超过一公里 为了保护狗 博主决定前去驰援 在途中 博主遇到了大家熟悉的犬芒烟雾 他似乎跟丢了同伴 独自从山上撤了回来 时间又过去一个小时 博主继续朝狗消失的方向前进 但始终被发现 另外三条砍高犬的踪影 他开始感到担忧 尽管两条村中扛把子 有丰富的战斗经验 但在这复杂陡峭的地形中 博主害怕他们 可能因追猪狼而从山上跌落 时间一点点过去 博主越来越不安 他求助牧羊人 建议牧羊人将羊群赶到狗 消失的山坡附近 根据他的经验 狗闻到羊的气味后就会返回 因此 他们必须尽量靠近那片区域 同时 博主继续向巍峨的高山进发 寻找自己的牧羊犬 事实证明 这片山地陡峭险峻 从博主拍摄的画面来看 只要一丝不慎 就可能从高处坠落 然而 博主毫不放弃 艰难地向前攀登 终于 他在半山腰远远地发现了 他三条追狼的砍高拳 他们出现在对面山坡上 目测距离仍在一公里之外 博主急忙呼唤他们 狗子们听到博主的呼喊后 开始朝山下移动 此时 博主才松了一口气 他确信狗已经成功驱逐了狼 至于是否发生了搏斗 是否抓住了狼 还需要等狗回来后进一步检查 经过长时间的等待 三条砍高拳 终于气喘吁吁地回到了博主身边 他仔细检查他们的身体 发现他们既没有受伤 也没有搏斗的痕迹 可以确认 这次他们顺利驱离了狼 时间已至下午 天气晴朗 能见度比上午大为提升 博主判断狼 暂时不会再出现 与牧羊人简单沟通后 博主决定带狗下山 由于早上接到牧羊人的消息 他们就匆忙出发 博主并未给砍高拳的卫士 为的是 让他们在追逐中可以更迅速 回家的路上 饥饿的狗子们 来到早上追逐狼的小溪边 只能先饮水冲击 博主承诺 回家后 一定会给予他们丰厚的奖励 好了 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此类视频的朋友 记得帮忙点赞 订阅并分享我的频道 在此深表感谢 下期视频 我们不见不散